列王纪上第一章 书念的一个童女雅比莎 就带到王那里 这童女极其美貌 他奉养王 伺候王 王却没有与他亲近 那时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 说 我必做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 马兵 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 说 你是做什么呢 他慎俊美 生在压沙龙之后 亚多尼亚与席鲁亚的儿子约亚 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但祭司撒都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先知拿丹 世美 利乙 并大魏的勇士 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一日 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索西列盘时那里 载了牛羊 肥独 请他的朱弟兄 就是王的众子 并所有做王臣服的犹大人 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亚并勇士 与他的兄弟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 拔石巴说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 你没有听见吗 我们的主大魏 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好保全你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魏王 对他说 我主我王啊 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胃上吗 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 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我也随后进去 证实你的话 拔石巴进入内室见王 王甚脑脉 书念的童女雅比莎正伺候王 拔石巴向王屈身下拜 王说 你要什么 他说 我主啊 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胃上 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 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肥毒 请了王的众子和祭祀雅比亚他 并元帅约压 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 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 等你小遇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坐你的位 若不然 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 我和我儿子所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八十八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先知拿丹也进来了 有人奏告王说 先知拿丹来了 拿丹进到王前 脸浮于地 拿丹说 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 你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胃上吗 他今日下去 宰了许多牛羊肥毒 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 并祭司亚比亚他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 说 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唯独我 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并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这是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大魏王吩咐说 叫八十八来 八十八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 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八十八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 说 愿我主大魏王万岁 大魏王又吩咐说 将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也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招来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使我儿子所罗门 骑我的骡子 送他下道集训 在那里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也要吹脚 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接续我做王 我已立他 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 耶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对王说 阿门 愿耶和华 我主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 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 更大 于是 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和基利提人 彼利提人 都下去使所罗门其大卫王的 罗子 将他送到集训 祭司撒都 祭司撒都就从账目中取了成膏油的脚来 用膏 告 所罗门 人就吹脚 众民都说 愿 所罗门王万岁 众民跟随他上来 且吹笛 大大欢呼 声音 阵地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 炎炎方毙 听见这声音 约亚听见叫声就说 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他正说话的时候 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 约拿丹来了 亚多尼亚对他说 进来吧 你是个中意的人 必是报好信息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 我们的主大位王 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 王差遣祭司撒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 都去使所罗门其王的罗子 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 在基训已经告他做王 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 声音使城震动 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 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位王祝福 说 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 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 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 王又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 我也亲眼看见了 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起来四散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 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 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 现在抓住祭坛的脚 说 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启示 必不用刀杀仆人 所罗门说 他若做中意的人 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 他若行恶 必要死亡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 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 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 所罗门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 列王纪上第二章 大魏的死期临近了 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行主的道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 法度 这样 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拘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你知道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向我所行的 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一帖的儿子亚马撒 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 如在征战之时一样 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你当恩代激烈人巴西来的众子 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因为我躲避你哥哥压杀龙的时候 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在你这里有巴护林的遍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世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 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 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启示说 我必不用刀杀你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 必知道怎样待他 使他白头剑杀流血下到阴间 大魏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 大魏做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所罗门做他父亲大魏的位 他的国甚是坚固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 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巴士巴 巴士巴问他说 你来是为平安吗 回答说 是为平安 又说 我有话对你说 巴士巴说 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你知道 国原是归我的 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 不料 国反归了我兄弟 因他德国是出乎耶和华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 忘你不要推辞 巴士巴说 你说吧 他说 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雅比莎 赐我为妻 因他 必不推辞你 巴士巴说 好 我必为你 对王提说 于是 巴士巴去见所罗门王 要为亚多尼亚提说 王起来迎接 向他下拜 就坐在位上 吩咐人 为王母设一座位 他便坐在王的右边 巴士巴说 我有一件小事求你 你为他求国吧 他是我的哥哥 他有祭司雅比亚他和西路亚的儿子约亚为辅佐 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 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 不然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耶和华监力我 使我坐在父亲大位的位上 照着所应许的话 为我建立家事 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亚多尼亚今日必备致死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将亚多尼亚杀死 王对祭司雅比亚他说 一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 你本是该死的 但因你在我父亲大位面前 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 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 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 所罗门就隔除亚比亚他 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世罗论以利加所说的话 约亚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 却归从了亚多尼亚 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账目 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 约亚逃到耶和华的账目 现今在祭坛的旁边 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说 你去将他杀死 比拿亚来到耶和华的账目 对约亚说 王吩咐说 你出来吧 他说 我不出去 我要死在这里 比拿亚就去回复王 说 约亚如此如此回答我 王说 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 杀死他 将他葬埋 号叫约亚留无辜人写的罪 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 耶和华必使约亚留人写的罪 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异又好的人 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一贴的儿子亚马撒 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故此 留着二人写的罪 必归到约亚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远 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 并他的家与国 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 直到永远 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上去将约亚杀死 葬在旷野约亚自己的坟墓里 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做元帅代替约亚 又使祭司撒都代替雅比亚他 王差遣人将士美招来 对他说 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 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你当确实的知道 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 何日必死 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士美对王说 这话甚好 我主我王怎样说 仆人必怎样行 于是士美多日住在耶路撒冷 过了三年 士美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 有人告诉士美说 你的仆人在加特 士美起来背上驴 往加特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 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 士美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 王就差遣人将士美招了来 对他说 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事 并且警戒你说 你当确实的知道 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 哪日必死吗 你也对我说 这话甚好 我必听从 现在你为何不遵守 你指着耶和华起的事 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 王又对士美说 你向我父亲大魏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 归到你自己的头上 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 并且大魏的国位 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 直到永远 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他就去杀死士美 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列王纪上第三章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 接她进入大卫城 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 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 百姓仍在秋坛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魏的律例 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鸡殿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 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烦祭 在即便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说 你仆人我父亲大魏 用诚实 公义 正直的心 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又被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 我的神啊 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魏做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胜数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 这众多的民呢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 就蒙主喜悦 神对他说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受求负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可以听诵 我就应于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 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魏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例 我必使你长寿 所罗门醒了 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为他众臣仆 赦败言席 一日有两个妓女来 站在王面前 一个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 她在房中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生孩子后 第三日 这妇人也生了孩子 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房中再没有别人 夜间 这妇人睡着的时候 压死了她的孩子 她半夜起来 趁我睡着 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 放在她怀里 将她的死孩子 放在我怀里 天要亮的时候 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 不料 孩子死了 极致天亮 我细细地查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那妇人说 不然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这妇人说 不然 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 如此争论 王说 这妇人说 活孩子是我的 死孩子是你的 那妇人说 不然 死孩子是你的 活孩子是我的 就吩咐说 拿刀来 人就拿刀来 王说 将活孩子 劈成两半 一半给那妇人 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 心里急痛 就说 求我主 将活孩子 给那妇人吧 万不可杀她 那妇人说 这孩子 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她 劈了吧 王说 将活孩子 给这妇人 万不可杀她 这妇人 实在是 她的母亲 以色列众人 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畏她 因为见她心里有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列王纪上 第四章 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他的臣子记在下面 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 世杀的两个儿子 以利和列 亚西亚 做书记 亚西律的儿子 约沙法 做使官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做元帅 撒都和亚比亚他 做祭司长 拿丹的儿子 亚撒利亚 做众力长 王的朋友 拿丹的儿子 撒布德 做领袖 亚西沙 做家宰 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 掌管福苦的人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 立了十二个官吏 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 每年个人供给一月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在以法连山地有辩护尔 在马加斯 沙宾 博士迈 以伦伯哈南 有辩迪甲 在亚鲁伯 有辩西西 他管理缩哥和西服全地 在多尔山岗 有辩亚比拿达 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 他法为妻 在他那和米吉多 并靠近撒拉他那 耶斯列下边的 博善全地 从博善到亚伯米和拉 直到约念之外 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 在激烈的拉末 有辩基别 他管理在激烈的马拿西子孙 亚尔的城邑 巴山的亚尔哥伯地的大城六十座 都有城墙和铜栓 在马哈念 有一多的儿子亚西拿达 在拿弗塔利 有亚西玛斯 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 巴什摩为妻 在亚社和亚路 有护筛的儿子巴拿 在以撒加 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 在汴亚敏 有以拉的儿子士美 在激烈地 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红 和巴山王厄之地 有乌利的儿子 基别一人管理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都吃和快乐 所罗门同管诸国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 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 细面三十戈尔 粗面六十戈尔 肥牛十只 草场的牛二十只 羊一百只 还有鹿 羚羊 袍子 并肥禽 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 以及从提福萨 直到加萨的全地 四境尽都平安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从旦到别世巴的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 安然居住 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 还有马兵一万二千 那十二个官吏 各按各月攻击所罗门王 并一切与他同习之人的食物 一无所缺 众人各按各分 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干草 送到官吏那里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 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 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智慧 胜过万人 胜过以色拉人以探 并马和的儿子西曼 贾各 达大的智慧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他做真言三千句 诗歌一千零五首 他讲论草木 自立巴嫩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西草 又讲论飞禽走兽 昆虫水族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列王纪上第五章 推罗王西兰 平素爱大魏 他听见以色列人 告所罗门 接续他父亲做王 就差遣臣仆来见他 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 说 你知道 我父亲大魏因四围的征战 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 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 都伏在他脚下 现在耶和华我的神 使我四围平安 没有仇敌 没有灾祸 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 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魏的话 说 我必使你儿子接训你做你的位 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 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目 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 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功架 因为你知道 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向西顿人 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 就甚喜悦 说 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赐给大魏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治理这众多的民 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 说 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 我都听见了 论到香柏目和松木 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 从利巴嫩运到海里 扎成筏子 扶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 在那里拆开 你就可以收取 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 将食物给我的家 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 给他香柏目和松木 所罗门给西兰 麦子二万戈尔 青油二十戈尔 做他家的食物 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 赐智慧给所罗门 西兰与所罗门和好 彼此立约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 挑取福苦的人 共有三万 派他们轮流 每月一万人上利巴嫩去 一个月在利巴嫩 两个月在家里 亚多尼兰 掌管他们 所罗门用七万扛台的 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此外 所罗门用三千三百都工的 监管工人 王下令 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 用以立殿的根基 所罗门的将人和西兰的将人 并加巴勒人 都将石头凿好 预备木料和石头 减殿 列王纪上 第六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 所罗门做以色列王 第四年 西服月 就是二月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 长六十肘 宽二十肘 高三十肘 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 与殿的宽窄一样 扩十肘 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帘 靠着殿墙 围着外殿内殿 造了三层旁屋 下层宽五肘 中层宽六肘 上层宽七肘 殿外旁屋的梁木 搁在殿墙坎上 免得插入殿墙 建墙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 建墙的时候 锤子 斧子 和别样铁器的响声 都没有听见 在墙右边当中的旁屋 有门 门内有螺旋的楼梯 可以上到第二层 从第二层 可以上到第三层 所罗门建墙 安置香柏木的栋梁 又用香柏木板遮盖 靠着殿所造的旁屋 每层高五肘 香柏木的栋梁 搁在殿墙坎上 耶和华的话 临到所罗门 说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 你若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遵从我的一切诫命 我必向你应验 我所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建造殿宇 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 从地到棚顶 都用木板遮壁 又用松木板铺地 内殿 就是制圣所 长二十轴 从地到棚顶 用香柏木板遮壁 内殿前的外殿 长四十轴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 一盖用香柏木遮壁 上面刻着野瓜 和初开的花 殿里预备了内殿 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内殿长二十轴 宽二十轴 高二十轴 墙面都贴上金金 又用香柏木做坛 包上金金 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 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 用金包裹 全殿都贴上金子 直到贴完 内殿前的坛 也都用金包裹 他用橙楼木做两个基路膊 各高十轴 安在内殿 这一个基路膊有两个翅膀 各长五轴 从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 共有十轴 那一个基路膊的两个翅膀 也是十轴 两个基路膊的尺寸 形象都是一样 这基路膊高十轴 那基路膊也是如此 他将两个基路膊 安在内殿里 基路膊的翅膀 是张开的 这基路膊的一个翅膀 挨着这边的墙 那基路膊的一个翅膀 挨着那边的墙 里边的两个翅膀 在殿中间 彼此相接 又用金子包裹 二基路膊 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 都刻着基路膊 棕树和初开的花 内殿外殿的地板 都贴上金子 又用橄榄木 制造内殿的门扇 门楣门框 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 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 刻着基路膊 棕树和初开的花 都贴上金子 又用橄榄木 制造外殿的门框 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 用松木做门两扇 这扇分两扇 是折叠的 那扇分两扇 也是折叠的 上面刻着基路膊 棕树和初开的花 都用金子贴了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 三层 镶摆木一层 建筑内院 所罗门在位第四年 西服月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到十一年 布勒月 就是八月 殿和一切属殿的 都按着样式造成 他建殿的功夫 共有七年 列王纪上 第七章 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 十三年方才造成 又建造立巴嫩林宫 长一百肘 宽五十肘 高三十肘 有橡柏木柱三行 柱上有橡柏木陀梁 其上以橡柏木为盖 每行柱子十五根 共有四十五根 有窗户三层 窗与窗相对 所有的门框 都是后木建方的 有窗户三层 窗与窗相对 并建造有柱子的篮子 长五十肘 宽三十肘 在这廊前又有廊子 廊外有柱子和台阶 又建造一廊 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 这廊从地到顶 都用香柏木遮蔽 廊后院内 有所罗门住的宫室 工作与这工作相同 所罗门又为索取法老的女儿 建造一宫 做法与这廊子一样 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 都是宝贵的 是按着尺寸凿成的 是用锯里外锯齐的 从根基直到岩石 从外头直到大院 都是如此 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 有长十肘的 有长八肘的 上面有香柏木 和按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 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 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 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他制造两根铜柱 每根高十八轴 为十二轴 又用铜柱了两个柱顶 安在柱上 各高五柱 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 和凝成的链锁 每顶七个 网子周围有两行十六遮盖柱顶 两个柱顶都是如此 狼子的柱顶 竟四肘 刻着百合花 两柱顶的古杜上 挨着网子 各有两行十六环绕 两行共有二百 他将两根柱子 立在殿狼前头 右边立一根 起名叫雅金 左边立一根 起名叫波阿斯 在柱顶上 刻着百合花 这样 造柱子的宫 就完毕了 他又柱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 高五轴 净十轴 为三十轴 在海边之下 周围有野瓜的样式 每肘十瓜 共有两行 是柱海的时候柱上的 有十二只铜牛陀海 三只向北 三只向西 三只向南 三只向东 海在牛上 牛尾都向内 海后一掌 边如碑边 又如百合花 可容二千八特 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 每座长四轴 宽四轴 高三轴 坐的造法是这样 四面都有心子 心子在鞭子当中 心子上有狮子和牛 并基路膊 边上有小座 狮子和牛以下 有垂下的鹰鹿 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轴 小座的四脚上 在盆以下 有筑成的盆架 其旁都有樱落 小座 高一肘 口是圆的 仿佛坐的样式 静一肘半 在口上有雕工 心子是方的 不是圆的 四个轮子 在心子以下 轮轴与坐相连 每轮高一肘半 轮的样式 如同车轮 轴 网 扶 鼓 都是柱的 每座四脚上 都有盆架 是与坐一同柱成的 座上有圆架 高半肘 座上有称子和心子 是与坐一同柱的 在称子和心子上 刻着基路膊 狮子和棕树 周围有阴落 十个盆座 都是这样 筑法 尺寸 样式 相同 又用铜制造十个盆 每盆可容四十八特 盆径四肘 在那十座上 每座 安设一盆 五个 安在殿门的右边 五个 放在殿门的左边 又将海 放在殿门的右旁 就是南边 忽兰又造了盆 铲子和盘子 这样他为所罗门王 做完了 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所造的就是 两根柱子 和柱上 两个如球的顶 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 和四百十六 安在两个网子上 煤王两行 盖着两个柱上 如球的顶 十个座 和旗上的十个盆 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 盆 铲子 盘子 这一切都是护兰 给所罗门王 用光亮的铜 为耶和华的殿 造成的 是尊王命 在约旦平原 书戈和撒拉旦中间 借焦泥 筑成的 这一切 所罗门都没有过称 因为甚多 铜的轻重 也无法可查 所罗门 又造 耶和华殿里的金坛 和陈舍柄的金桌子 内殿前的 金金灯台 右边五个 左边五个 顶旗上的金花 灯盏 蜡简 与金金的 碑 盘 镊子 条羹 火顶 以及至圣所 内殿的门书 和外殿的门书 索罗门王 做完了 耶和华殿的 一切功 就把他赴大魏 分别为圣的 金银和器皿 都带来放在 耶和华殿的 府库里 列王纪上 第八章 那时 所罗门将 以色列的长老 和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族长 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贵 从大魏城 就是西安运上来 以他念月 就是七月 在节前 以色列人都聚集到 所罗门王那里 以色列长老来到 祭司便抬起约贵 祭司和立位人 将耶和华的约贵运上来 又将会幕和会幕的 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 他那里的 以色列全会众 一同在约贵前 献牛羊为祭 多得不可胜数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贵 抬进内殿 就是制圣锁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的翅膀在约贵之上 遮掩约贵和台贵的杠 这杠甚长 杠头在内殿前的圣锁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贵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祭司从圣锁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殿 那时 所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 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我已经建造殿宇 做你的居所 为你永远的住处 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亲口向我父大位所应许的 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 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 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 但拣选大位 治理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说 我父大位曾立意 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位说 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 这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 为你所生的儿子 必为我名建殿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 使我接续我父大位 做以色列的国位 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 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 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站在耶和华的盘前 向天举手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 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 守约施慈爱 向你仆人 我父大位所应许的话 现在应验了 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所应许你仆人 我父大位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在我面前行事 像你所行的一样 就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国位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成就 向你仆人 我父大位所应许的话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为求耶和华我的神 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抚听仆人今日 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愿你昼夜 抗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 人若得罪灵舍 有人叫他启示 他来到这殿 在你的坛前启示 求你在天上垂听 判断你的仆人 定恶人有罪 照他所行的 报应在他头上 定义人有礼 照他的义 赏赐他 你的民以色列 若得罪你 败在仇敌面前 又归向你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祈求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使他们归回 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你的民因得罪你 你惩罚他们 使天闭塞不下雨 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承认你的名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 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 且降雨在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你民 为业之地 国中若有饥荒 瘟疫 汉风 梅烂 蝗虫 蚂蚱 或有仇敌犯境 围困成义 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 你的民以色列 或是众人 或是义人 自觉有罪 向这殿举手 无论祈求什么 祷告什么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 你是知道人心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 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 一生一世 敬畏你 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为你民从远方而来 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绑壁 向这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 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 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 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 是称为你名下的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 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 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使他们得胜 你的民若得罪你 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发怒 将他们交给仇敌 掳到仇敌之地 或远或近 他们若在掳道之地想起罪来 回心转意 恳求你说 我们有罪了 我们背逆了 我们作恶了 他们若在掳道之地 尽心尽性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和你所选择的城 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 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申冤 饶恕得罪你的民 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 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 你的产业 是你从埃及领出来 脱离铁炉的 愿你的眼目 看顾仆人 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 无论何时向你祈求 愿你垂听 主耶和华呀 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 分别出来 做你的产业 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 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 屈膝跪着 向天举手 在耶和华面前 祷告祈求已毙就起来 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 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 赐平安给他的民 以色列人 反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 不丢弃我们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 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 律例典章 我在耶和华面前 祈求的这些话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 昼夜垂念 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 以色列深渊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 存诚实的心 遵行他的律例 谨守他的诫命 至终如今日一样 王和以色列众民 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 用牛二万二千 羊十二万 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 为耶和华的殿 行奉献之礼 当日 王因耶和华殿前的同坛太小 容不下繁祭 宿祭和平安祭生的之游 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 在那里献繁祭 宿祭和平安祭生的之游 那时 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聚集成为大会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首节七日 又七日 共十四日 第八日 王遣散众民 他们都为王祝福 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 各归各家去了 列王记上 第九章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 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鸡变向他显现一样 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 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父大位 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父大位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 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律例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 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击窍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 痴笑说 耶和华为何像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离弃令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亲近别神 侍奉敬拜他 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 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 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 资助他香柏木 松木和金子 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西兰 西兰从推罗出来 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 就不喜悦 说 我兄啊 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 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 直到今日 西兰给所罗门一百二十他连的金子 所罗门王挑取福苦的人 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 自己的宫 米罗 一路撒冷的城墙 夏索 米吉多 并吉色 先前 埃及王法老上来 供取吉色 用火焚烧 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 将城赐给他女儿 所罗门的妻 做庄联 所罗门建造吉色 夏伯和伦 巴拉 并国中旷野里的达末 又建造所有的击货城 并屯车和马兵的城 与耶路撒冷 利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 所愿建造的 至于国中所剩下 部署以色列人的 雅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就是以色列人 不能灭尽的 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 做福苦的奴仆 直到今日 唯有以色列人 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 乃是做他的战士 臣仆 统领 军长 车兵长 马兵长 所罗门有五百五十都宫的 监管工人 法老的女儿 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 为他建造的宫里 那时 所罗门才建造米罗 所罗门每年三次 在他为耶和华所住的坛上 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 这样 他建造殿的工程 完毕了 所罗门王在 以东地洪海边 靠近以路的 以寻加别 制造船只 西兰拆遣他的仆人 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 与所罗门的仆人 一同坐船航海 他们到了俄斐 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塔 连德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列王纪上 第十章 世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 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 又有骆驼 图着香料 宝石 和许多金子 他来 见了所罗门王 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 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 没有一句不明白 不能答的 世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 和他所建造的宫室 席上的真羞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夫人两旁势力 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就诧异得神不守舍 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即至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 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 你的仆人 常势力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使你秉公行义 于是 士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德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 他送给王的香料 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 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 直到如今 士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 所罗门王都送给他 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预送他 于是女王和他臣仆 转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德 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 与国中的省长所尽的金子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二百面 每面用金子六百摄克勒 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三百面 每面用金子三米纳 都放在利巴嫩零宫里 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 用精金包裹 宝座有六层排阶 坐的后背是圆的 两旁有扶手 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每层有两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一切的隐气都是金子的 历巴嫩零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 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 因为网友他失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 三年一次装载金银 象牙 猿猴 孔雀回来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猎王 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他们各代贡物 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军械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 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 就是王那里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 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 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 从埃及买来的车 每辆驾银六百摄克勒 马每匹一百五十摄克勒 赫仁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 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列王纪上第十一章 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 雅门女子 以东女子 西顿女子 赫人女子 论到这些国的人 伊和华曾小于以色列人说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 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 所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还有嫔三百 这些妃嫔诱惑她的心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她的妃嫔诱惑她的心 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她父亲大魏 诚诚实实地顺服伊和华她的神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 米勒公 所罗门行伊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她父亲大魏 专心顺从伊和华 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母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 建筑秋潭 她为那些向自己的神 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 就是她取来的妃嫔 也是这样行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她的心偏离向她两次显现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曾吩咐她不可随从别神 她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耶和华对她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 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然而 以你父亲大魏的缘故 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 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 要因我仆人大魏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 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 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先前大魏攻击以东 元帅约亚上去藏买阵亡的人 将以东的南丁都杀了 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 直到将以东的南丁尽都剪除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 他和他父亲的臣仆 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 他们从米殿起行到了巴兰 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 见埃及王法老 法老为他派定粮食 又给他房屋填地 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 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他为妻 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基努拔 达比尼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 基努拔就与法老的重子 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 哈达在埃及听见大魏与他列祖同睡 元帅约压也死了 就对法老说 求王容我回本国去 法老对他说 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 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 他回答说 我没有缺乏什么 只是求王容我回去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 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达底屑 大魏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利逊招聚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 往大马瑟居住在那里做王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 哈达为患之外 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 他恨恶以色列人 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也举手攻击王 他是以法连支派的喜利达人 他母亲是寡妇 名叫喜鲁阿 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 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 修补他父亲大魏城的破口 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 所罗门见着少年人殷勤 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功成 一日 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 世罗人先知雅西亚在路上遇见他 雅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 他们二人在田野 以外并无别人 雅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 撕成十二片 对耶罗伯安说 你可以拿十片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 将十个支派赐给你 我因仆人大魏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 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 因为他离弃我 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 没有遵从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没正的事 守我的律例典章 像他父亲大魏一样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 使他终身为君 使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魏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 以十个支派赐给你 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 使我仆人大魏 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 在我面前常有灯光 我必拣选你 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 作王治理以色列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没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向我仆人大魏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魏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 使大魏后裔受患难 但不至于永远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 到了埃及王士撒那里 就住在埃及 直到所罗门死了 所罗门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 都写在所罗门记上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父亲大魏的城里 他儿子罗伯安 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上 第十二章 罗伯安往事件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 要立他做王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先前躲避所罗门王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他听见这事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 他就和以色列会众 都来见罗伯安 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付重恶 做苦工 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 付的重恶 轻松些 我们就侍奉你 罗伯安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去 第三日再来见我 民就去了 罗伯安之父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 说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这民 老年人对他说 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 用好话回答他们 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 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 商议说 这民对我说 你父亲使我们付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 这民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付重恶 求你使我们轻松些 王要对他们如此说 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我父亲使你们付重恶 我必使你们付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 遵着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 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 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 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 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 对民说 我父亲使你们付重恶 我必使你们付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肯依从百姓 这事乃出于耶和华 为要应验他借士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 就对王说 我们与大魏有什么份呢 与耶稀的儿子并没有官赦 以色列人哪 各回各家去吧 大魏家呀 自己雇自己吧 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唯独住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差遣掌管福苦之人的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 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魏家 直到今日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 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 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 没有顺从大魏家的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 招聚犹大全家和汴亚敏支派的人 共十八万 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争战 好将国夺回 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但神的话临到神人 士玛雅说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 和犹大变亚敏全家 并其余的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人征战 各归各家去吧 因为这事出于我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着耶和华的命 回去了 耶罗伯安在以法连山地 建筑事件 就住在其中 又从事件出去 建筑皮努伊勒 耶罗伯安心里说 恐怕这国仍归大魏家 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 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 犹大王罗伯安 就把我杀了 仍归犹大王罗伯安 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 铸造了两个金牛犊 对众民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 实在是难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他就把牛犊 一支安在伯特利 一支安在蛋 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 因为他们往旦 去拜那牛犊 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 将那部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 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 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 自己上坛献祭 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 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 安置在伯特利 他在八月十五日 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 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 在伯特利上坛烧香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向坛呼叫 说 坛啊 坛啊 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必将丘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 神人设个预兆 说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清洒 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 向伯特利的坛所扑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 说 拿住它吧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 不能汪回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 清洒了 正如神人 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所设的预兆 王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 祷告耶和华 王的手就付了原 仍如寻常一样 王对神人说 请你同我回去吃饭 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赐 神人对王说 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 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他们说 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 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备驴 他们备好了驴 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 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 就问他说 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 他说 是 老先知对他说 请你同我回家吃饭 神人说 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 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祝福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 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 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饭喝水 这都是老先知 狂哄他 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 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吃喝完了 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 将他咬死 尸身倒在路上 驴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 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尸身倒在路上 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 述说这事 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听见这事 就说 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 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抓伤他 咬死他 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背驴 他们就背了驴 他去了 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 驴和狮子 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却没有吃尸身 也没有抓伤驴 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 驮在驴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哀哭他 葬埋他 就把他的尸身 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哀哭他 说 哀哉 我凶啊 安葬之后 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 我死了 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 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 指着伯特利的坛 和撒玛利亚各成有秋坛之殿 所说的话 必定应验 这事以后 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 凡愿意的 他都分别为圣 立为秋坛的祭司 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 陷在罪里 甚至他的家 从地上除灭了 列王纪上 第十四章 那时 耶罗伯安的儿子 雅比亚病了 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 你可以起来改装 使人不知道你是 耶罗伯安的妻 往世罗去 在那里有先知 雅西亚 他曾告诉我说 你必做这民的王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 与几个薄饼 和一瓶蜜去见他 他必告诉你 儿子将要怎样 耶罗伯安的妻 就这样行 起身往世罗去 到了雅西亚的家 雅西亚因年纪老迈 眼目发直 不能看见 耶和华先小于雅西亚说 耶罗伯安的妻 要来问你 因他儿子病了 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他刚进门 雅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 就说 耶罗伯安的妻 进来吧 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魏家夺回赐给你 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魏 遵守我的诫命 一心顺从我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净行恶 比那在你已先的更甚 为自己立了别神 助了偶像 惹我发怒 将我丢在背后 因此 我必使灾祸 临到耶罗伯安的家 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减除 比除尽耶罗伯安的家 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凡属耶罗伯安的人 死在城中的 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鸟吃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 你的脚一进城 你儿子就必死了 以色列众人 必被他哀哭 将他葬埋 凡属耶罗伯安的人 唯有他 得入坟墓 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 只有他 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显出善行 耶和华 必另立一王 治理以色列 到了日期 他必检除 耶罗伯安的家 那日期 已经到了 耶和华 必击打 以色列人 使他们摇动 像水中的 芦苇一般 又将他们 从耶和华 赐给他们 列祖的美地上 拔出来 分散在 大河那边 因为 他们做木偶 惹耶和华 发怒 因耶罗伯安 所犯的罪 又使 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 耶和华 必将 以色列人 交给仇敌 耶罗伯安的妻 起身回去 到了德撒 刚到门槛 儿子 就死了 以色列众人 将他葬埋 被他哀哭 正如耶和华 借他仆人 先知 雅西亚 所说的话 耶罗伯安 其余的事 他怎样征战 怎样做王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罗伯安 做王 二十二年 就与他列祖 同睡 他儿子拿达 接续他做王 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做犹大王 他登基的时候 年四十一岁 在耶路撒 就是耶和华 从以色列 众支派中 所选择 立他名的城 做王十七年 罗伯安的母亲 名叫拿马 是雅门人 有大人 行耶和华 眼中 看为恶的事 犯罪 触动 他的愤恨 比他们 列祖更甚 因为他们 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 筑坛 礼筑像 和木偶 国中 国中 也有 鸾铜 由大人 效法 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 面前 所赶出的 外邦人 行一切 可憎恶的事 罗伯安王 第五年 埃及王 士撒上来 攻取 耶路撒冷 夺了 耶和华殿 和王宫里的 宝物 尽都带走 又夺去 所罗门 制造的 金盾牌 罗伯安王 制造 铜 盾牌 代替 那金盾牌 交给守 王宫们的 护卫长 看守 王 每逢 进 耶和华的殿 护卫兵 就拿着 盾牌 随后 仍将 盾牌 送回 放在 护卫房 罗伯安 其余的事 凡他 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 列王 记上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母亲名叫拿马是雅门人 他儿子雅比央接续他作王 列王记上 第十五章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十八年 雅比央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马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雅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 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 因大卫的缘故 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 兼立耶路撒冷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雅比央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雅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雅比央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的城里 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 亚撒登基作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 他祖母名叫马加 是压沙龙的女儿 亚撒效法他祖大卫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鸾同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贬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胃 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 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 要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 和王公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 都交在他臣仆手中 打发他们 网驻大马色的亚狼王 西巡的孙子 他伯利门的儿子 辩哈达那里去 说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 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辩哈达 辩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成义 他们就攻破以云 但 亚伯 伯玛加 基尼列全境 拿福他利全境 巴沙听见 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 仍住在德沙 于是 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 不准一个推辞 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 用以修筑汴亚敏的加巴和米斯巴 亚撒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并他的永利与他所建筑的诚意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撒年老的时候 脚上有病 亚撒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魏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撒第二年 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 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拿达行依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他父亲所行的 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萨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 在非利市的基比顿杀了他 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 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巴沙杀了他 窜了他的位 巴沙一座王 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 都灭尽了 正应验 耶和华借他仆人 士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 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拿达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 常常征战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亚西亚的儿子巴沙 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二十四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 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列王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纳尼的儿子耶护 则被巴沙说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 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 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 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凡属巴沙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巴沙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巴沙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德撒 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 耶和华的话领导哈纳尼的儿子 先知耶护 则被巴沙和他的家 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 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 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 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 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 巴沙的儿子以拉 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又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 辛利背叛他 当他在德撒家在亚撒家里喝醉的时候 辛利就进去杀了他 窜了他的位 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 辛利一座王位 就杀了巴沙的全家 连他的亲属朋友 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 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护 则被巴沙的话 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 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以拉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 辛利在德撒作王七日 那时民正安营围攻菲利士的基比顿 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 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安利做以色列王 安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 辛利见成破师 就进了王宫的卫所 放火焚烧宫殿 自焚而死 这是因他犯罪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伊罗波安所行的 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那时 以色列民封为两半 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 要立他做王 一半随从安利 但随从安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 提比尼死了 安利就做了王 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 安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十二年 在德撒做王六年 安利用二他连的银子 向撒马买了撒马利亚山 在山上造成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马的名 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马利亚 安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猎王作恶更甚 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伊罗波安所行的 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虚无的神 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安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安利与他列祖同税 葬在撒马利亚 他儿子亚哈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 安利的儿子亚哈 登基做了以色列王 安利的儿子亚哈 在撒马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 安利的儿子亚哈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尼巴的儿子伊罗波安所犯的罪 他还以为清 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 去侍奉敬拜巴利 在撒马利亚建造巴利的庙 在庙里为巴利祝坛 亚哈又做亚瑟拉 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亚哈在位的时候 有伯特利人西伊勒重修耶利哥城 利根基的时候 丧了长子雅比兰 安门的时候 丧了幼子西哥 正如耶和华解难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列王纪上第十七章 激烈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 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激烈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激烈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溪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他 说 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 他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他 说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他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他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 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 死就死吧 以利亚对他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 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 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 使雨 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 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 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 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 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事以后 做那家主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至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与你何干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 以至我的儿子死呢 以利亚对他说 把你儿子交给我 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 将孩子接过来 抱到她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求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耶和华 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 扔入她的身体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 扔入她的身体 她就活了 以利亚将孩子 从楼上抱下来 进屋子 交给她母亲 说 看啊 你的儿子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 借你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猎王纪上 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 到第三年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利亚 说 你去 使雅哈 得见你 我要降雨 在地上 以利亚就去 要使雅哈 得见她 那时 撒玛利亚 有大饥荒 雅哈 将她的家宰 俄巴迪 招了来 俄巴迪 甚是敬畏耶和华 耶喜别杀 耶和华 众先知的时候 俄巴迪 将一百个先知 藏了 每五十人 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 供养他们 雅哈 对俄巴迪说 我们走遍这地 到一切水泉旁 和一切西边 或者找得着青草 可以救活罗马 免得绝了牲畜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 雅哈 独走一路 俄巴迪 独走一路 俄巴迪 在路上 恰于以利亚相遇 俄巴迪认出她来 就俯伏在地 说 你是我主 以利亚不是 回答说 是 你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俄巴迪说 福人 有什么罪 你竟要将我交在 雅哈手里 使她杀我呢 我指着永生 耶和华 你的神起誓 无论哪一帮 哪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 去找你 若说 你没有在那里 就必使 那帮 那国的人 起誓说 实在是找不着你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恐怕我一离开你 耶和华的灵 就提你到 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样 我去告诉 雅哈 他若找不着你 就必杀我 仆人却是自幼 敬畏 耶和华的 也许别杀 耶和华 众先知的时候 我将 耶和华的 一百个先知 藏了 每五十人 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 供养他们 岂没有人将 这事告诉我主吗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他必杀我 以利亚说 我指着 所侍奉 永生的万君之 耶和华 起誓 我今日 必使 雅哈 得见我 于是 俄巴底 去迎着 雅哈 告诉他 雅哈 就去迎着 以利亚 雅哈 见了 以利亚 便说 使以色列 遭灾的 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 使以色列 遭灾的 不是我 乃是你 和你 父家 因为你们 离弃 耶和华的 诫命 去随从 巴利 现在 你当 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 众人 和侍奉 巴利的 那四百五十个 先知 并 耶喜别所供养 侍奉 亚瑟拉的 那四百个 先知 使他们 都上 加密山 去见我 雅哈 就 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 众人 和先知 都上 加密山 以利亚 前来 对 众民 说 你们 心持 两亿 要到 几时 呢 若 耶和华 是神 就当 顺从 耶和华 若 巴利 是神 就当 顺从 巴利 众民 一言 不答 以利亚 对众民 说 做 耶和华 先知的 只剩下 我一个人 巴利的 先知 却有 四百五十 个人 当 给我们 两支 牛犊 巴利的 先知 可以 挑选 一支 切成 筷子 放在 柴上 不要 点火 我也 预备 一支 牛犊 放在 柴上 也 不 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支牛犊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神的名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 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利的名 说 巴利亚 求你应允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住的坛 似为勇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 嬉笑他们 说 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 字割 字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 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 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毁坏 在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 照雅各子孙之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名 铸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钩 可容古种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 倒在梵祭和柴上 又说 倒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 倒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呀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是你 叫这民的心 回转 于是 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 梵祭 木柴 石头 尘土 又烧干 沟里的水 著名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 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巴黎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雅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 雅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将脸浮在两膝之中 对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 没有什么 他说 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雅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下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雅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竖上腰 奔在雅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列王纪上 第十九章 雅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 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 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利亚见着光景 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十八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说 耶和华呀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剩你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 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 说 起来吃吧 他观看 店头旁有一瓶水与烫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昼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他说 以利亚呀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说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呀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耶和华对他说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 就要告哈薛做亚狼王 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护 做以色列王 并告亚伯米和拉人 杀法的儿子以利沙 做先知揭许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 必被耶护所杀 躲避耶护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遇见杀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到他那里去 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 跑到以利亚那里 说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以利亚对他说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 宰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 服侍他 猎王纪上第二十章 亚狼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率领三十二个王 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 有差遣使者进城 见以色列王雅哈 对他说 便哈达如此说 你的金银都要归我 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 以色列王回答说 我主我王啊 可以依着你的话 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 使者又来说 便哈达如此说 我已差遣人去见你 要你将你的金银 妻子儿女都给我 但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还要差遣臣仆 到你那里 搜查你的家 和你仆人的家 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 都拿了去 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看看 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 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 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 我并没有推辞他 长老和百姓对王说 不要听从他 也不要应运他 故此 以色列王对 便哈达的使者说 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头一次差遣人 向仆人所要的 仆人都依从 但这次所要的 我不能依从 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 便哈达又差遣人 去见雅哈 说 撒玛利亚的尘土 若够跟从我的人 每人捧一捧的 愿神明重重的降伐于我 以色列王说 你告诉他说 才顶亏罐甲的 修要向摘亏卸甲的夸口 便哈达和朱王正在帐墓里喝酒 听见这话 就对他臣仆说 摆队吧 他们就摆队攻城 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 雅哈 说 耶和华如此说 这一大群人 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 我是 耶和华 雅哈说 借着谁呢 他回答说 耶和华说 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 雅哈说 要谁率领呢 他说 要你亲自率领 于是 雅哈 熟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 共有二百三十二名 后又熟点以色列的重兵 共有七千名 五间 他们就出城 便哈达和帮助他的三十二个王 正在帐墓里痛饮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 便哈达拆遣人去探望 他们回报说 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 他说 他们若为讲和出来 要活捉他们 若为打仗出来 也要活捉他们 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 军兵跟随他们 个人遇见敌人就杀 亚兰人逃跑 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 和马兵一同逃跑 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 大大击杀亚兰人 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当自强 留心怎样防备 因为到明年这时候 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 亚兰王的臣仆 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 所以他们胜过我们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我们必定得胜 王当这样行 把诸王隔去 派军长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 再招募一军 马不马 车不车 我们在平原 与他们打仗 必定得胜 王便听陈仆的话去行 四年 便哈达果然点起亚兰人 上亚服去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也点起军兵 预备食物 迎着亚兰人出去 对着他们安营 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亚兰人却满了地面 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 说 依和华如此说 亚兰人既说 我依和华是山神 不是平原的神 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 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与亚兰人 相对安营七日 到第七日 两军交战 那一日 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 步兵十万 其余的逃入亚服城 城墙他倒 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入城 藏在严密的屋子里 他的臣仆对他说 我们听说 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 现在我们不如 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 于是他们妖术 于是他们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去见以色列王 说 王的仆人 便哈达说 求王 存留我的性命 雅哈说 他还活着吗 他是我的兄弟 这些人 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 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 便哈达 是王的兄弟 王说 你们去请他来 便哈达出来见王 王就请他上车 便哈达对王说 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 我必归还 你可以在大马瑟立街市 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 雅哈说 我照此立约 放你回去 就与他立约 放他去了 有先知的一个门徒 奉耶和华的命 对他的同伴说 你打我吧 那人不肯打他 他就对那人说 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一离开我 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狮子 把他咬死了 先知的门徒 又遇见一个人 对他说 你打我吧 那人就打他 将他打伤 他就去了 用头巾蒙眼 改换面目 在路旁等候王 王从那里经过 他向王呼叫说 仆人在镇上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人来 对我说 你看守这人 若把他施了 你的性命 必代替他的性命 不然 你必交出 一塌连的银子来 仆人正在忙乱之间 那人就不见了 以色列王对他说 你自己定妥了 必照样判断你 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 以色列王就认出 他是一个先知 他对王说 伊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 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 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 于是 以色列王 闷闷不乐的 回到撒玛利亚 进了他的宫 列王记上 第21章 这事以后 又有一事 耶色列人拿伯 在耶色列有一个葡萄园 靠近撒玛利亚王 雅哈的宫 雅哈对拿伯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 给我做菜园 因为是靠近我的宫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 换给你 或是你要银子 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拿伯对雅哈说 我敬畏耶和华 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雅哈因耶色列人拿伯说 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的回宫 躺在床上 转脸向内 也不吃饭 王后耶喜别来问他 说 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 不吃饭呢 他回答说 因我向耶色列人拿伯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 我给你嫁银 或是你愿意 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 他却说 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 王后耶喜别对雅哈说 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 只管起来 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 我必将耶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于是 托雅哈的名写信 用王的印印上 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咒 信上写着说 你们当宣告进时 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 做见证告他说 你傍读神和王了 随后就把他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咒 得了耶喜别的信 就照信而行 宣告进时 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有两个匪徒来 坐在拿伯的对面 当着众民做见证 告他说 拿伯傍读神和王了 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 用石头打死 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 说 拿伯被石头打死了 耶喜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 就对雅哈说 你起来 得耶稣列人拿伯不肯为嫁淫 给你的葡萄园吧 现在他已经死了 雅哈听见拿伯死了 就起来下去 要得耶稣列人拿伯的葡萄园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你起来 去见住撒玛利亚的 以色列王雅哈 他下去 要得拿伯的葡萄园 现今 正在那园里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杀了人 又得他的产业吗 又要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 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雅哈对以利亚说 我仇敌呀 你找到我吗 他回答说 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说 我必使灾祸临到你 将你除尽 凡属你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剪除 我必使你的家 像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亚西亚的儿子 巴沙的家 因为你惹我发怒 又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 论到耶喜别 耶和华也说 狗在耶色列的外锅 必吃耶喜别的肉 凡属雅哈的人 死在城中的 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鸟吃 从来没有像雅哈的 因他自卖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喜别的耸动 就照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 雅摩利人 行了最可憎恶的事 信从偶像 雅哈听见这话 就撕裂衣服 进食身穿麻布 睡卧也穿着麻布 并且惶惶而行 耶和华的话 临到提斯比人 以利亚说 雅哈在我面前 这样自卑 你看见了吗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在世的时候 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 我必降这祸 与他的家 列王纪上 第二十二章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 三年没有征战 到第三年 由大王约沙法 下去见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对陈仆说 你们不知道 激烈的拉末是属我们的吗 我们岂可静坐不动 不从亚兰王手里夺会来吗 亚哈问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 激烈的拉末吗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 招聚先知 约有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主 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 是因那的儿子米该亚 我们可以托他 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吉语 单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 说 你快去 将因那的儿子米该亚招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 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 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 造了两个铁脚 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 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 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 必将纳成 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 对米该亚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的 都向王说极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极言 米该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该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该亚呀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回答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耶和华 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中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米该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 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几语 单说凶言吗 米该亚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钧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雅哈上激烈的拉末 去阵王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 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 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 降祸于你 基拿拿的儿子 西底加前来 打米该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灵 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米该亚说 你进严密的屋子 藏躲的那日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该亚带回 交给一仔雅门 和王的儿子 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 下在尖里 使他受苦 吃不饱 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的 回来 米该亚说 你若能平平安安的 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 没有借我 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王服 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三十二个车兵长 说 他们的兵将 无论大小 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 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便呼喊 车兵长 见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去不追他了 有一人随便开弓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队赶车的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 阵势越战越猛 有人扶王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 到晚上 王就死了 血从伤处流在车中 约在日落的时候 有号令传遍军中 说 各归本城 各归本地吧 王既死了 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 就葬在那里 又有人把他的车 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妓女在那里洗澡 狗来舔他的血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雅哈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 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 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雅哈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雅哈谢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雅哈第四年 雅撒的儿子约沙法 登基作了犹大王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行他父亲雅撒所行的道 不偏离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看没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 约沙法其余的事 和他所显出的勇力 并他怎样征战 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 约沙法将他父亲雅撒 在世所剩下的鸾铜 都从国中除去了 那时以东没有王 由总督治理 约沙法制造他是船只 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 只是没有去 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 对约沙法说 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 坐船同去吧 约沙法却不肯 约沙法与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兰 接续他做王 由大王约沙法十七年 亚哈的儿子亚哈谢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共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的父母 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 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侍奉敬拜巴黎 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他父亲一切所行的